所以普贤菩萨 慈地讲的普贤菩萨 是华严经上的 等着普贤菩萨 这个普贤菩萨 他是菩斯班的 他有能力 用十大愿望 十大愿望 是华严经 修学的总纲领 总原则 于是 华严会上的菩萨修什么 我们知道了 第一个礼经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 沉浸 一分沉浸 在一分礼 十分沉浸 得十分礼 百分沉浸 得百分礼 万分沉浸 得圆满礼 你有几分沉浸 如果我们以菩萨 等级来说 是行为菩萨 是行为菩萨 摄住菩萨 那就十分成绩 是行为菩萨 就百分成绩 是回向菩萨 千分成绩 是地菩萨 万分沉浸 像英国法师讲的 不一样 十分沉浸 的十分礼 百分沉浸 的百分礼 千分沉浸 的千分礼 万分沉浸 的万分礼 一点都不错 我们要没有沉浸 什么都得不到 沉浸 从哪里修 从父母 你对父母都不沉浸 我对老师沉浸 骗人的 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佛法还要看 你的起点 起点 三叶 敬福 第一句 校养父母 对父母都不沉不尽 对别人 肯定有歧途 不是这些 佛法观察如也 观察细密 要求严格 小金 奉 奉司 四长 这是中国 传统文化 如是道 三家 共同要求 这个根基 不是这个根基 你不能成就 你在儒 不能成为神仙 连君子 独猫都做不到 那在佛 不能成为佛菩萨 决定做不到 那沉浸 多么重要啊 对吗 对吗 是 对吗 对吗 是 的 我 很棒